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叉叉 因为后来他很不高兴 我也不要再叫他名字 他每次就讲说他什么什么 什么有备没来什么的 不过没关系 这个曾经有来过一段就好 因为其实听众朋友跟网友 也都是来来去去来 他是那个框给我来 大选倒数79天 今天最新的排队组合 叫做科罕配 来来来来 有备而来的听众朋友 请你现在打你的手机电话 02-23639955 控日2363 给我们说 欢迎你现在进山 来表达你的意见 不管对科罕配 科侯配 或者你支持郭董 支持赖清德 都好 都欢迎 只要不违反相关法令的规定 我们没有规定题目 让大家有自由发挥 那如果你说 郭文兄 我准备非常的充分 你问吧 看你要问什么 如果你愿意接受 我小弟的提问 我也特别的感谢 好吧 02-23639955 我们看有哪些听众朋友 有宝贵的意见 打电话进来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上线的 我们一段接两通 每一段都有 两位听众朋友 打过朋友就不要再打了 我们让每一位听众朋友 都有机会可以上线 来表达意见 海内海外的朋友都欢迎 没有投票权的也可以打 这个大陆的朋友也可以打 你看台湾的选举 选的这样79天了 在讨论赵天玲 跟郑文燦的八卦 这怎么得了 你好 你住哪个姓 你好 我住云林 我姓陈 陈小姐 来 听说来 关于蓝白河这个事情 我觉得 柯文哲 没有承认九二共识 他也没有公开说过 反台独 蓝颖为什么要包容他呢 他跟你完全理念不合 把柯文哲打回绿营去 让他跟绿营去分票才对啊 我不懂为什么国民党 一堆人拥抱他 然后来跟我们蓝银分票 很莫名其妙 应该把柯文哲打回去绿营 他本来就是默绿的 他自己说过的 所以大家不要再笨笨的 那陈小姐你 你79天之后你会去投票吗 我会啊 你要投谁 侯友宜 可是侯现在这个比较那个 我觉得这是理念的问题 不是我是说民调 那个民调比较 我觉得 差不多就好没关系 我们再拼 不是啊 我听不太懂 什么叫差不多就好 什么意思 不是 现在虽然有输 但是我觉得就是拼 就是拼 就是努力就对了 就是努力了 你不要去理那个柯文哲 那个人不能相信 强姐你这样会不会被柯粉围攻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他们知道回文歌 不会知道我是谁 我真的叫你们这些朋友害羞 全部来找我就对了 你来这头 谢谢啦 强姐谢谢你 拜拜 还有这样子的 你把柯文哲骂了一顿说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强姐你也太可爱了吧 还有用这一招的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子 你看我们前几天call in的朋友 骂来骂去 慧文哥这是你讲的 通通推给我 你把我给你 来来来 你好你好 哈啰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新竹小林 新竹小林 你好 你好 我觉得柯文哲跟韩国瑜两个是非常好的搭配 第一个当然是柯文哲他有崇高的理想 但是他执行面事实上是可以由韩国瑜来执行 所以我个人是乐观其成 你是理想是什么 崇高的理想你说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理想当然比较负面的讲是他其实是执行力比较差 我个人认为 崇高的理想是什么 那个理想就是两岸应该要沟通应该要体谅 不要再互相攻击 我认为他这是一个理想 侯不是也一样吗 他没有办过真正两岸活的互动 他没有 那柯有吗 柯文哲是有 双城论坛有 双城论坛 小林你说柯韩配然后韩去执行是什么意思 韩他从上一次他竞选的时候 他实际上采取了很多行动 是去跟中国大陆的当权者沟通嘛 他希望当然是那时候卖水产啊 芭蜡不一定成功 但是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手腕去执行 这个理想的那个事情 两岸不要再互相 等一下等一下 小林他柯韩配韩式副总统呢 我觉得政府之间就是要看他们的智慧啦 富人也可以有很有行动力啊 他只要是授权就可以啊 我认为他们在台北市政府的合作还是可以的 台北市政府 你说之前在就是柯在当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个他在北农的那个 是的 好那小林谢谢你 谢谢你的这个call in 这个来来来 这个各位听众们我们要休息一下 不是要进广告啦 就是call in的朋友休息一下 我们这个第二段再来接两通 第三段再接两通 那个小林双城论坛是大拜拜 双城论坛是郝龙斌发明的 不是柯文哲发明的 双城论坛法善可成啊 我是不好意思问你双城论坛办了什么 双城论坛有办跟没办是一样 那是骗人的 海峡论坛也是骗人的 国共论坛也是骗人的 他每年办那个政治有什么用 那都没用啊 双城论坛能够这个叫 这个能够证明说 柯文哲有办法处理两岸 那笑死人啊 小林双城给你吐槽啦 那个双城论坛是一个 其实他是台北跟上海 两个大城市之间的这个交流 其实我们这样讲比较 不成比例是因为台北市的人口 只有两百多万 上海的人口是两千五百万 是将近台北的十倍啊 你说这两个城市有什么 有什么可以相提兵论 上海是全大陆 我们说北上广深北上广深 那因为北京是帝都 是他们的中央政府在北京 大陆最大的城市是上海啊 经济的重镇 最重要的GDP是在上海啊 我们这个双城论坛那个都是大拜拜啊 那这个小林我还有一个补充是 这个之前啊 这个吴宝春啊 你知道那个面包师傅吴宝春啊 来给我林玉芳那一张 然后上第一标 已经上了 阿姿都知道我要干嘛 好谢谢 这个吴宝春那时候在上海展店出问题啊 那时候刚好要开双城论坛了 吴宝春去找韩国瑜啊 他不是去找柯文哲 那时候柯文哲是台北市长啊 那你如果觉得双城论坛这么有用 他那个店就看在上海啊 那他为什么不去找柯文哲 他去找韩国瑜 后来去帮吴宝春的是韩国瑜啊 好吧 可能你对双城论坛 对柯文哲 没关系啦 小林 你就继续的坚定支持柯文哲啦 好吧 柯汉配我待在讲 我先把这个最近这一阵子啊 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部分 是这样子啊 因为各位听众朋友 我今天是礼拜四嘛 我昨天 昨天我在提一台就讲了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说 我比较困窘的就是 我个人的学历跟经历啊 是远远不如啊 所以我今天中午有一个网友叫XXX 他是我的会员了 他已经订阅我的频道十八个月了 也就是说每个月他都有固定的这个会员费用 这个抖内给我 十八个月 他写什么 他说韩辉配啊 韩辉啊 韩当时韩国语 灰就是我 韩辉配 我当场就ban他了 那莫名其妙啊 什么叫韩辉配 我是完全没资格啊 我昨天在大白话讲什么 因为今天那个这个印度的吕小姐记错了我的时间 没有关系 吕小姐我这个安排今天大白话最重要的段落是什么 我把简介出来 是林玉芳委员讲的 林玉芳呢 他当了十七年的立委 你没有听错 十七年 这十七年他都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那是他的专业 他是博士 他的专攻的就是这个 国际政治跟国防 这是他的这个专长 他十七年都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我播这一段给你听 你听听看林玉芳在讲什么 那我比较抱歉的 我蹭林玉芳的是 林委员讲的我昨天都讲过了 可是我讲没有用 我讲的不重要 同样的话 林玉芳讲的那个完全分量不一样 我播给你听 你听听看林玉芳讲什么 来 那外交国防委员会呢 一般认为说很多的机密 我也要稍微讲一下 有 譬如说审机密预算的时候 那他在里面会做一些比较机密的这个简报 可是我跟你讲 那个机密也没有很多 因为真正的机密 国安局也好 这个军情局也好 或是国防部本部也好 他不会在那边多讲 你听到了吗 你以为赵天龄跟马文君能卸什么密呢 我昨天我就在提他讲 我说你以为国防委员会的委员能够看到什么 你就看王定宇最近这几年耍宝的 因为王定宇讲的都是废话 王定宇是个大嘴巴 他在国防委员会听到什么 他就拿出来 拿出来炫耀 我刚听到什么 他讲那些都是皮毛的东西 哪有什么机密的东西 你听林毅芳讲就好了 人家在立法院蹲了17年 他怎么会不晓得 这人这是专家 不要再瞎起哄了 什么什么 马文君泄密 赵天龄泄密 不要再被骗了 非得晚餐 我是陈辉文 来来来 倒数79天 那我之前跟大家预测的两个部分还是没有变了 虽然最近大家看到 吵来吵去骂来骂去 我的两个预测是 如果猜错再跟大家道歉 我第一个的猜测是说 蓝白最后还是会合 只是怎么合 合到什么程度 我不晓得 他们还是会合 第二个呢 我的预测是说 郭泰民不会去送他的连署书 那这两个预测呢 在一两个礼拜很快就会揭晓答案 很快就可以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我如果猜对了就算了 我如果猜错了 大家不要骂太大力了 来 022363995 这个大选倒数79天 你2024大选你支持哪一位 欢迎打电话 因为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们四年才选一次总统跟立委 选县市长是不重要的 县市长他是地方层级的九合一选举 那个是不重要 县市长县市议员 什么里长什么的 那个跟我们国家未来的方向是比较没有 但那个是属于比较像那个地方自治的事项 当然他是我们未来执政人才的摇篮没有错 但是最重要的是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尤其是总统 我好像是昨天遇到罗志强 罗志强说立法院很重要 我听你在乱讲 立法院真的不重要 我没有骗你啦 总统谁赢的就是赢的 没有人在看立法院谁赢的啦 立委有113个总统只有一个 好不好 来来来023639 你好你好 不好意思 变成说我按掉了 不好意思 你好你好 喂你好 是您住哪个旅行 你好 我是龟山的球哥 球哥 我支持的就是 到时候只有两组的人 我会投非绿的另外一组 就是如果是三组我就不会去投 可是只有两组的话 我就会投蓝白盒的这一组 不管是投还是柯 你是说什么东西 三角都你就不投就对了 对 四角都也不投 对 因为要投了没有用啊 为什么 就是蓝白这边一定会输的啊 不管投谁都是输啊 嘿 好 所以一定要一对一你才去投就对了 对啊 那谁振谁负呢 球哥谁振谁负 谁振谁负都一样啦 因为我觉得就算他们是跟 球哥 侯克贝跟柯侯贝怎么会一样呢 因为他们都会听美国的 美国要他们做什么 根本就做什么 所以在我来看 就算是赖清德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那照你这样讲 那大家都去投赖清德就好了啊 可是我就是不会想要让民进党他们在执政啊 不是啦 我是说柯侯跟侯克差很多呢 那可是在我来看 就是他们都会听美国的啊 你就是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谁当总统差很多 怎么会是怎么会就一样呢 他很多是他们的理念 他们会去做什么的 他们执政的效果做出来 可是我投的就是说 我只投蓝白盒一组 那三角都 你觉得三角都四角都 赖清德一定赢就对了 对啊 好 好球哥还有吗 没有了 好谢谢你 谢谢 球哥我待会再回复你啦 因为我要先接call in 好吧 因为我如果再回复你 其他就那个 抱歉 你好你好 哈喽 你好 我是中和的早明 中和的小明 你好 来请讲 有一些话 真的是不土不坏啊 国民党真的是一点志气都没有 你不知道现在还跟人家在合什么合 柯文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做了八年的市场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从他一开始当选市长的时候 什么五大提案什么东西 他到底查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每天都在分来变去 你就光明正道的去选嘛 嗯 选数又怎么样呢 嗯嗯嗯 我刚刚刚合去 真的是我 我其实我是外省的第二代 可是 讲到不是我的人是心愿很高 因为国民党 最少面是一个台湾的第二大的在约党 第一大 第一大啦 第一大啦 第一是你也好了 第一大啦 你不要突然把他降级啊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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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第一大的在约党 小明我请问你 可是柯文哲的民调比侯友宜还高呢 高又怎么样呢 不是啊 你就是选嘛 哦 对 我其实两个人选的话 其实到这样下去的话 百分之八九只是选得上的是没有错啦 那你就是让民进党业当的话 要怎么样呢 最起码我们光光 自从光明真要打过这一场仗啊 对不对 再来一个 我不认为侯友宜市长他是一个好人 啊 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他 呃 应该是说 从 一年 将近快四年前的 总统大选 我们看 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他没有一个 可以让人民 或国民党的一些 支持者可以凝聚的一个 降司务力 ok 我觉得他跟之前选总统的那一位 其实他很多 好 谢谢小明 对对对 小明我时间关系 谢谢你 谢谢你打电话来 那个 线上朋友我们 我们这40分之后再来 我们只能接两通 呃 这个球哥跟小明回林玉芳那张给我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就说 呃 三角都四角都是不是一定输 呃 我不认为了 我不认为三角都四角都就一定输 那你说蓝牌盒一定赢吗 也不一定 我再把林玉芳的这个再播一次给大家听 因为我跟各位讲就是说 这个媒体基本上是没救的 好 这人云亦云啊 随波逐流 你又被骗了嘛 你讲哇 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不管是蓝的绿的一定可以看到很多机密的资料 哇 这不得了他的这个外遇的对象是大陆人 哇 这个女生以前怎样 怎样 你就是有人在那边 讲故事 然后你就你就被 就牵着鼻子走了 然后马文君冻结国防的预算 冻结预算本来在 议事规则里面那个是常态啊 那个叫做冻结不是删除啊 冻结的意思就是将来可以解冻的 只要你达成他的一个一个这个主决议 或是立法院他们的要求说你要先交个报告或什么的 这又不是删除 没有删除啊 这预算都过了啊 那我问你 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多数 国民党的人全部都去投票也输民进党 他要怎么删除他怎么党浅见呢 就你认为马文君有办法党浅见的都是逻辑不通的人 那民进党人家贼你是要怎么党浅见 笑死人啊 啊赵天林要怎么泄密要泄什么密你告诉我 那然后大家就见面欣喜 我跟你讲 最离谱就是互相抹红啊 马文君被锅洗颇粪 然后就说马文君泄密 现在赵天林的绯闻曝光就说赵天林泄密 不要再互相抹红不要再比赛爱台湾了啊 你们到底你们为什么都不长进呢 不要被那个在幕后 我没有要帮赵天林辩护我都叫他辞职啊 赵天林是退选 我是叫赵天林immediately 立刻就辞职啊 赵天林的逻辑是不通的啦 他说我明年不再联任了 那就表示你认为你不适合再当立委了嘛 对不对 你明年不再竞选联任就是你认为你自认 你没有资格再当立委了 OK 不然的话我告诉你 他再选他还会赢哦 那很绿啦 高雄很绿 赵天林如果硬着头皮选他还会赢啊 但是他不要连累赖清德 不要连累民进党的这个选情 他说那我明年我不连任 那表示你认为你不适合再当立委了嘛 那既然你自己承认你不适合再当立委 你现在就应该离开立法院了 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任期做完 那不是很奇怪吗 有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民进党公认的耀北亚在国民党计刑时期 是写报告陷害自己同志的 大家都有人说我要把这个任期做完 我都觉得很奇怪耶 什么事情最比较 较北亚做到同人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你是较北亚 然后你说你要把这个任期做完 前一阵子更好玩啊 前一阵子啊 民进党那些逻辑不清楚的 还说我们国会 这一席不能少还希望较北亚在连任耶 还希望民进党在提名这个耀北亚 我在想说你们到底是民进党 你们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 他都已经是公认的耀北亚了 你还要让他再当立委 后来赖清德他们民进党没有在提名他 那我回到赵天宁这个 我认为天宁兄我不认为你泄密啦 好我不会说你泄密 但是我认为你不适合再当立委 你现在就应该离开啦 你现在离开对你自己好 对民进党好也对赖清德好啊 那你你看今天在立法院被记者这样追着跑 那多难看啊 唉你拜托我 我再播一次林玉芳的给你听 嘿这个 你听17年因为我跟你讲 林玉芳他以前立委是三年后来变四年 立委是三年的时候他当过三届 所以是九年 立委变四年之后他当过两届 所以是八年他总共当了17年的立委 都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你听听看林玉芳讲什么 好那外交国防委员会呢 一般认为说很多的机密 我也要稍微讲一下 有 比如说审机密议算的时候 那他在里面会做一些比较机密的这个简报 可是我跟你讲啊 那个机密也没有很多 因为真正的机密 国安局也好 这个军情局也好 或是国防部本部也好 他不会在那边多讲 这林玉芳讲的啊 你可以不听我讲 林玉芳讲的你还听不懂吗 不要再被骗了啦 还以为什么什么马文君 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啊 其实你可以去看大白话 今天林玉芳他把 也许立委 立法院113立委 也许立委会为他的选民服务 为他的金主服务 他也有可能为军火商服务 因为军火商搞不好就是他的金主啊 但是你说他要卸密他要卸什么密 他就告诉你说 国安局 军情局就是军事情报局啊 还有国防部部本部 参谋本部什么 他们很多机密是不会拿在立法院讲的啦 哎 好啦 没关系 来来来 那只给我那个韩国瑜那一张 柯文哲那一张 这个第二标啦 我们来看这个 今天最好玩的消息是柯涵配 好 这个是这个 郭震亮亮哥啊 因为他上个礼拜有跟 柯文哲见面 好 那根据郭震亮的转述 就是柯文哲认为说 他认为 侯科配不会赢 柯侯配也不会赢 好 那柯文哲认为 跟韩国瑜搭档会赢 好 这个是郭震亮的这个 这个转述 这当然是他的这个 如意算盘啦 好 就是唯一会胜选的组合 就是 柯文哲选总统 韩国瑜选副总统 好 这样子 韩粉会出来投票啊 好 那国民党的支持者也会投票啊 好 柯韩配 好 这个唯一的这个胜选的这个排列组合 好 那我们也知道国民党他们提出 像侯友宜他公开提出的条件就是 侯科配或柯侯配嘛 好 这是侯友宜提出的条件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所谓的同一张选票上 这当然也很好笑啦 这我就不谈了 他的意思 侯友宜就是两个方案 柯侯配或是侯科配 两个选一个 好 那到底谁赠谁负呢 本来是说透过这个开放式民主初选 以及全民调各50%来决定 那现在来不及了 好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好 11月20号到24号就要登记 已经来不及办这些选务了 现在有有什么方法决定 由政党协调来决定 好 这政党协商 由朱立伦侯友宜加柯文哲 他们三个人来决定 所以各位听问 你你听到这边可以发现说 之前啊 黄金的会谈 黄珊珊跟金小道的会谈 那个真的就是演戏给你看了 我很早以前就告诉你 那个无聊嘛 两个人约在五星级饭店 然后所有的记者在那边 你现在回想起来 不是你在看侯戏吗 在黄珊珊跟金小道会面之前 其实朱立伦侯友宜 都已经跟柯文哲见过面了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 私底下见过面了 主帅都见过面了 为什么要金小道跟黄珊珊去演那一出呢 就是演给你看 那侯友宜提出的方案 就是侯柯配或柯侯配 柯文哲都不要 他这个是在严重的在羞辱侯友宜 就是侯柯配不会赢 柯侯配也不会赢 他就是不要跟侯友宜搭 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因为侯友宜是国民党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他是国民党的母鸡啊 那你这么看不起侯友宜 觉得侯友宜不配 其实是柯文哲他一贯的这个 这个作风是这样 因为柯文哲他要的是什么 我解释给你听 很早以前啊 半年前柯文哲就喊联合政府 为什么柯文哲会喊联合政府 因为他没有人啊 民众党是没有执政团队的 民众党没有 我跟你讲 你去看高宏安的新竹市政府 连新竹市政府都找不到人啊 一个小小的新竹市政府 民众党都填不满了 那你说如果柯文哲当选总统 这个这个整个执政团队 比如说行政院 他要怎么组阁呢 那没有人啊 所以七早八早他就喊联合政府 然后呢 立委的这个合作 好像什么蔡壁如啦 在台中选什么的 柯文哲现在的立场很简单 就说我只要国民党的奶水 国民党的执政人才给我用 国民党的立委给我用 但是我要选总统 我要选政的 有没有他在 这个邵康战情室的专访 前置专访他 他说只有我选政的 会赢而且大赢啊 他认为我让给侯友宜选都不会赢啊 侯友宜我让你选你都不会赢啊 他看不起侯友宜啊 但是国民党的奶水 我是要的 国民党立委我要 因为我民众党立委不多嘛 国民党的执政团队我也要 因为我要联合政府嘛 就是我要国民党的奶水 但是我不要侯友宜 我看看不起他啊 他他不要啊 他当副总统 我都嫌疑你们好了 什么什么逼婚啊 什么什么聘金什么的 他就是不要啊 他说这个是批霜啊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态度啊 那如果国民党还看不清楚说 柯文哲要的就是单纯的奶水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这么大的档还看不懂 那我能怎么办呢 那我们先进广告 好 来 非得晚餐 我是陈慧文 来来来 这个 刚刚那个龟山的球哥 还有综合的小明 我待会再一并回复 我们再接两通 这个call in的电话 022363995 听听没有上线 嘿 现在开始卡 嘿 我们在同一个起跑点 让大家同时拨电话 看谁能够打进来 我们就接谁的call in 然后这样子最公平 好不好 022363995 欢迎您现在上线 2024中大选剩下79天 各位听众朋友 我为什么要特别去捡 林玉芳委员那一段跟你听 因为很多人都看不懂啊 蓝的就觉得赵天林泄密 绿的就觉得马文君泄密 你们都很可笑啊 不要那么容易被骗好吗 要泄什么蜜啦 你是在中架喔 啊 多听专家 林玉芳是专家 17年的立委 你不听他的 你听谁的呢 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接call in 022363995 你好 哈啰 你好 我要call in 是您住哪个贵心 你好 我嘉义李先生 李先生 请讲来 我觉得柯文哲没有那么强啦 柯文哲如果那么强 台北市长就不是讲万安了啦 就黄珊珊 对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 柯文哲抢到的是网路票啦 网路票不代表真正会去投票啦 是 你要投谁啊 你把柯文哲卖 我投 我投侯友宜啊 侯友宜找 我跟你讲 侯友宜找韩国瑜来搭 就 就会算了啦 不用找柯文哲啦 你说侯寒沛喔 对 可是侯寒沛 侯寒沛 韩国瑜比较困的 搞不好柯文哲會拉到 潜綠的票 到时候是 柯文哲去拉到 賴清德的票 搞不好 你等一下看 所以 侯寒沛 然后柯文哲让他自己去选就对了 对 没错 你相信我 侯寒沛絕对会贏的啦 侯寒沛 可是你没有理我啊 我说侯寒沛 对韩国瑜比较委屈啊 没错啊 他初选就是 侯友宜的票啊 那我初选 你是去什么啊 什么时候初选 郭敏党的初选啊 没初选 这次用征召的啦 你怎么拜託 那就是征召侯友宜啊 你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啦 你现在 四年前 侯友宜是没有帮韩国瑜的 然后现在叫韩国瑜去当副总统 这样子好吗 有帮不帮 到时候大家会看啦 因为这一次是生死关键啦 大家 那上一次为什么 上一次为什么不是生死关键 抛开个人的那种 对啦 牺牲奉献的精神 那为什么四年前 侯友宜不愿意牺牲 而且你民调不准啦 我也有接到民调啊 你根本就是不理我就对了 没关系啦 李健因为我时间关系 我也不理你了 再见 我跟你赢 你都没插我 你说你的我也说我的 李健 没有关系啦 你故意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会怕你喔 我也无所谓 我要接别人的call in了啦 四年前 韩国瑜不是叫侯友宜 当副总统 是叫他当竞选总部主委而已 新北的主委 这样子 这样他都不愿意啦 拜托你新北市把我看一看前看后一看 他都不愿意啦 所以你说侯涵配我都觉得 对韩的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高雄的小新 小新 你不是打过了吗 没有第一次打进去 小新 我怎么觉得这两天才接过你的 你怎么那么熟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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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打进来啊 我只是偶尔 现在开车在 用免辞的 然后 没想到真的打进来了 对啊 小新你 你最近都没有打来我们call in的电话吗 没有第一次打进来 这是我记错就对 我怎么记得我前两天才接一个小新 怎么又一个小新 同样都叫小新吧 我是支持好友谊啊 支持自己的学长啊 对啊 嘿 你讲啊 嘿 嘿 嘿 然后我就觉得 觉得 应该会合吧 那合的话就只是 但是我觉得 柯不太可能做副的啊 他可能比较想要行政院长这个位置吧 对啊 嘿 所以小新 小心你退了没 是 还没啊 你还没退啊 嘿 所以你也是官校的 对啊 嘿嘿嘿 你应该 插后也差很多期吧 那也差很多啊 嘿 你又叫学长你也好了 你要叫署长 要叫学长 他也是学长啊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我也不能问你太细 不然你身份就曝光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那你说柯可以当 比较当行政院长 比较好 不是我是觉得他比较想要当行政院长吧 我自己这样想啊 可是柯文哲现在摆明的就是不要侯友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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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是觉得 好啦 那不晓得啦 我是觉得他一开始的态度其实就是想要合了啦 对啊 就像你说的 对啊 又变成是我说的 你嘛好了 哈哈哈哈 没有类似啊 其实像他的一些竞选广告 像刚刚他电台的竞选广告 那就是想要合啊 对啊 柯文哲的竞选广告 他在非别播的那个广告啊 柯文哲呢 对啊 阿智我们有柯文哲的广告吗 小心 再见啦 有啊 谢谢你 那个小心再见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时间关系 柯文哲有在我们电台有广告 我为什么看到的广告都是郭台铭的 柯文哲什么时候下广告 柯文哲有那么有钱 在我们电台下广告 到底你是在说什么 我没关系我在问我们广告部门 柯文哲有下广告 柯文哲有下广告 我一样骂他啊 这有什么问题呢 好啦 这不重要 来 给我那个韩国瑜呢 不是 一直讲错来 给我柯文哲那一张 然后下那个标 第五标 来来来来 那个线上的朋友 麻烦 那个线不要再打了 线上朋友 我们那个剩下几分钟 你们好好讲一下 那个要抠音的明天再来 我一天接两通而已 我待会要回应那个邱哥 来我 我给你听 2019年的时候 韩国瑜那时候已经赢得国民党的初选了 在2019年的7月 韩国瑜赢得初选之后 柯文哲接受友台的专访 柯文哲是怎么骂韩国瑜的 我播给你听啊 怎么好意思现在讲柯韩配呢 我今天特别把这个影片传给郭正亮 亮哥是我的前辈啊 我当然传给他啊 好不好 今天我看那个林智杰啊 那个交大的那个教授说 应该对赵天宁做什么什么国安调查 林教授你是博士欸 什么叫做国安调查啊 我还国安感冒糖浆呢 国安调查 我听你在随便乱讲 什么叫做国安调查 林智杰你去听听林玉芳讲什么 国安调查 你不要笑死人了 我播那个柯文哲2019年讲的给你听 在想说如果有人出来 让我找一个理由不要选 天啊 怎么变成这两个 天啊 韩国瑜 他水准没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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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读的书只够做北农的董事长而已 水准没那么高 韩国瑜读的书只够做北农的董事长 所以我跟你讲 那个洪胜宏啊 上次破我的梗 我梗梗于怀啊 洪胜宏他知道我的答案 2019年1月 在2019年的1月 民调摇摇领先的是柯文哲 因为那时候没有韩国瑜 韩国瑜那时候还在乖乖的当高雄市长 2019年的1月民调第一名是柯文哲 朱立伦 蔡英文 什么吴敦毅什么的 通通不是柯文哲的对手 通通被拈压啊 所以你看柯文哲一开始讲什么 我很想找一个理由让我不要选总统啊 他爬到买死啊 柯文哲2019就想选总统了啊 你还记得柯妈妈在中选会闹的那个笑话吗 柯妈妈 你好 柯妈妈当然爱柯文哲啊 对不对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要笑柯妈妈或是骂柯妈妈 可是他闹的那个笑话你还记得吗 他一直希望 他2019就希望柯文哲选总统啊 那柯文哲说 那找个理由让我不要选 结果出来的是那两个 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是韩国瑜跟郭台铭 也有可能是说韩国瑜跟蔡英文 因为那时候蔡英文也赢得初选啊 民进党的初选比国民党早一个月啊 然后他怎么骂韩国瑜 韩国瑜水准不高啊 书念的不多啊 你再听一次来 他在想说如果有人出来 让我找一个理由不要选啊 天哪怎么变成这两个 天哪 韩国瑜 他水准没那么多 他读的书只够做北农的董事长而已 哦 只够做北农的董事长 那韩国瑜显然不配当你的副总统啊 韩国瑜不够qualify啊 来我们换来换一下 来来来 韩国瑜不够资格啦 韩国瑜硕士毕业而已啊 对不对 韩国瑜凭什么凭什么当副总统 韩国瑜只能当北农的董事长啊 柯文哲就是这样给人批想的 你再来听柯文哲怎么分析韩本 来来来 我在看韩国瑜的时候 我不是看韩国瑜 我是在看韩国瑜 为什么会形成那个大环境 所以林佐水写那篇我完全同意 他是韩流的三个支撑 第一个是深蓝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个是三大家族 第三个是最大的 鲁蛇 韩国瑜现在抢到一个代言 他是穷苦大众的代言 他是抢到这个帽子 他把那个穷苦大众的帽子戴上去 所以今生金刚骨骸 好 三大家族啊 闫清彪家族 张荣卫家族 还有傅昆琦家族 好这是当年林佐水写的三大家族 彪哥 魏董 还有小富 傅昆琦在古市人称小富啊 很有名啊 傅昆琦纵横骨骸 这大家都知道 闫清彪张荣卫跟傅昆琦 他说韩粉三大支撑韩流啊 大部分是loser啊 那你要叫loser投票给你喔 你也好了 来来来 我在看韩国瑜的时候 不是看韩国瑜 我是在看韩国瑜 为什么会形成那个大环境 所以林佐水写那篇我完全同意 他是韩流的三个支撑 第一个是深蓝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个是三大家族 第三个是最大的 鲁瑟 韩国瑜现在抢到一个代言 他是穷苦大众的代言 他是抢到这个帽子 他把那个穷苦大众的帽子戴上去 所以金身金刚不坏 哦 そうですね そうですか 原来是这样子 听柯文哲的分析我恍然大悟 深蓝 先生的朋友你是深蓝吗 你是三大家族吗 言清彪 张荣卫 护昆琦 我没有资格加入三大家族啊 我是深蓝吗 我也不是深蓝啊 蓝的不会觉得我是蓝 绿的也不会觉得我是绿 白的更不会觉得我是白 那所以我是loser 对不对 你看黄伟汉五子登科 有车子 有房子 有妻子 有儿子 还有银子 那我有什么 所以跟伟汉比我是loser 对啦我是loser 来来来 你觉得你是loser的 请你在聊天室打三个1 你也loser哦 那这么多loser 柯P是对的 没问题 照常得拜拜 我现在是下课啊 还没有啊 你自认你是loser的 请你打三个1 建宗你不是三个1 建宗你是0.7啊 你连三个1都不值得 你是0.7好不好 原来我们聊天是这么多的loser 诶我们是物以类聚吗 哈 我们是木制山丁吗 loser 那这么多loser 原来我们的听众都是由loser组成的 各位loser大家好 因为我肚子饿了 我准备去干饭了 谢谢各位loser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就爱点你 UF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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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 你 Господи 你 你